列车车厢一次传出了爆炸声响 5号晚间基隆站一练2234次区间车 第三节车厢附近 突然传来很大的一声 碰的一声还冒出了闪光 让乘客都吓坏了 以为是有炸弹客攻击 急忙下车躲避 而台铁出面说明表示 这是保护机制的一种 一旦电车线与急电工接触出现跳动 列车就会启动预防性机制 同时会产生像是爆炸的声响 属于正常的现象 自己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我吓人跳啊 为什么 你会觉得是 为什么炸弹客还是什么 民众余己有存 则说吓坏了 以为有炸弹客 因为台铁区间车 就在他面前传出爆炼声 那几点有点事吗 那你去问一下 闪光然后凤雨声 意味发生在5号晚间 基隆火车站出示的是一台 2234列次区间车 从嘉义开往基隆 5点22分 10点05到站 却在两分钟后 第三架车厢附近 出现碰的一声 还伴随着闪白光 虽然现场并未蹦出火花 也没有烟雾弥漫 但乘客提心吊胆 急忙躲到月台 台铁医调派电务人员 漏夜检查 并针对事故原因 出面说分明 就是说车辆 它有保护机制 它会去侦测 这个直流成分过高什么的 它可能会瞬间切开 可能就会有阴暴 台铁检视 一切都是电力系统的保护机制 才会有像爆炸的声音 属于正常现象 列车检修结果出炉 一切也OK 一经重新上路 请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记者综合报道